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两个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 一个是安大略省考古学家面临的储存危机 另一个是1776年稀有硬币在英国被意外发现的故事 首先 安大略省的考古学家劳伦斯·杰克逊 正被他数以百计的文物淹没 这些文物从古老的陶瓷碎片到石器应有尽有 却因缺乏储存空间而面临危机 省政府对考古挖掘的要求越来越高 但却没有提供足够的储存设施 导致许多重要文物被随便丢弃或存放在不当的地方 甚至连原住民社区也无法妥善保存属于他们的文化遗产 接下来我们转向英国格洛斯特郡的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 一枚1776年的大陆美元硬币在一个太非堂冠的底部被找到 这枚硬币因其稀有性和历史价值 将于即将到来的拍卖中引起广泛关注 拍卖师们对于这样的发现无不感到兴奋 因为这枚硬币在美国独立的那一年铸造 并且在英国被发现令人惊叹不已 这两个故事不仅展示了考古学的魅力 也提醒我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考古宝藏困境安大略省的储存危机 在安大略省卡沃萨湖区的一个小办公室里 考古学家劳伦斯、杰克逊、Lawrence Jackson的工作空间 几乎被箱子占满 每个箱子里都装满了从箭头、毛尖道石斧、陶瓷碎片等各种文物 其中有些文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 这些文物是杰克逊博士40年职业生涯的结晶 来自他在安大略省各地的挖掘 然而这个5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 已经没有更多空间来存放这些珍贵的遗物了 安大略省的考古界目前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 缺乏文物存储空间 省政府要求在某些符合规定的地产上进行新建设之前 必须由合格的考古学家进行调查 这使得像杰克逊博士这样的私人承包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忙 随着挖掘活动的增加 更多的文物被发现 但由于缺乏合适的存储设施 这些文物最终被堆放在车库 备用卧室 有时甚至被丢弃在垃圾场 安大略省专业考古学家协会近日向省内公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 常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rd 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政府与原住民和专业考古学家进行讨论 以确保文化遗产价值和尊重得到维护 杰克逊博士强调 许多发现的文物属于原住民 这些文物应该妥善保管 以供安大略省人民使用和欣赏 然而 现实是 这些文物的储存责任最终落在了个别考古学家身上 即使省政府资助的组织也缺乏足够的空间来储存这些物品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Rial Ontario Museum 无法容纳所有的挖掘物 而原住民社区也缺乏适当的存储设施 专家担心随着考古学家年龄增长和去世 这些无法妥善保存的文物将面临被遗忘的命运 68岁的斯科特 汉密尔顿 Scott Hamilton 雷克黑德大学的人类学教授 指出 省政府在1970年代 曾建立了一些地区考古办公室来管理遗产政策和储存文物 但随着员工退休后 这些设施逐渐被关闭 专业考古学家 现在除了支付高昂的费用 在私营设施储存文物 几乎别无选择 汉密尔顿教授指出 一次性费用从每箱232美元到400美元不等 这对于许多经营小型企业的顾问来说是不可行的 来自阿尔德维尔原住民的朱利卡皮尔卡 朱利考皮尔卡 也表达了 他对原住民文物存储不当的担忧 他认为 目前的存储方式过于西方化 无法满足一些文物 需要阳光 空气 和雨水的需求 他提到 原住民文物被从其所属社区移走 并储存在远离其文化背景的地方 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 这位同事曾深刻地说过 为什么我们必须去多伦多才能看到我们祖先的物品 令人惊讶的是 并不是所有省份都像安大略省这样 对考古学家施加如此沉重的储存责任 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省份 拥有更可持续的系统 个别考古学家可以免费存储文物 阿尔伯塔皇家博物馆 Real Alberta Museum的考古学策展人 凯尔·弗塞斯 凯尔弗塞斯 表示 他们博物馆拥有超过1200万件考古文物 并作为该省中央储存库 免费管理和保存这些文物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大约60个储存库和博物馆 负责收集和保存考古学家发现的物品 并记录其保管链 确保每个文物的历史可以追溯 阿尔德维尔原住民的酋长 泰纳·辛普森 Tainer·Simpson 希望安大略省能够学习这些省份的模式 并资助原住民社区 让属于他们祖先的物品可以在家乡展示 他坦言 我们一直梦想能够保存这些物品 但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 1776年 稀有硬币奇迹现身太妃糖罐 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一个小镇上 拍卖师约瑟夫 特林德 Joseph Trinder 在沃顿拍卖行工作时 意外发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古老硬币 这枚硬币 藏在一个普通的太妃糖罐底部 与一些小饰品 雕刻石和化石一起被发现 这枚硬币 是一枚直径38毫米的大陆美元 材质为白蜡 铸造于1776年美国独立的那一年 特林德形容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排名前五的发现 这种意外发现 是每个拍卖师梦寐以求的 这枚大陆美元的生产数量 极其有限 仅制造了6000枚 目前仅存约100枚 考虑到其稀有性 这枚硬币被送往美国佛罗里达州 由钱币保证公司进行鉴定 并确认其位真品 特林德激动地回忆 这枚硬币 经过专家委员会的检查 X光检测和其他科学测试 确认这是100%真品 这枚硬币的独特性 不仅在于其年代久远和稀有性 还因为它在英国被发现 这也让特林德感到非常惊讶 沃顿拍卖行尚未确认在英国曾经发现过 其他同类硬币的记录 箱子里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物品 如金币和其他有价值的遗物 但这枚大陆美元硬币 无疑是这个宝藏观中的明星 这枚硬币将于10月3日 在沃顿拍卖行拍卖 特林德说我们对这枚硬币能够引起的竞标 兴奋不已 这不仅是一枚硬币 更是历史的见证 代表着一段关键的历史时刻 这次拍卖 无疑将吸引全球收藏家的目光 这枚饱含历史意义的硬币 将迎来新的主人 继续它的传奇旅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来谈谈 安大略神考古学家的储存危机 这些考古学家辛勤工作 挖掘出宝贵的文物 但却面临无处存放的困境 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文化遗产的象征 应该得到妥善保存 就像秦始皇兵马俑 如果当年没有妥善保存 现在还会成为世界遗产吗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文物 都是一些需要天天呵护的小宝贝似的 实际上 我们也需要现实一点 考古学家堆满卧室的文物 难道不影响家庭生活吗 我们不如简单一点 把那些不那么珍贵的文物 直接送去回收站 让未来的考古学家 有更大的动力去挖掘新的宝藏 谢琪琪 你这个提议真是让人胆寒啊 这些文物可不是随便一块破石头 它们代表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 试想 如果当年玛雅文明的文物被随意丢弃 我们还能了解那个文明的辉煌吗 而且现实上 其他地方如阿尔伯塔省 已经有免费储存系统 为何我们不能效仿呢 楚天书 你这魔说 我都快以为你是考古学家了 说实话 效仿阿尔伯塔省的系统 这听起来不错 但问题是经费从哪来 政府的钱可不是无穷无尽的 再说了 一些文物根本不会被人们所关注 干脆让它们成为历史中的神秘吧 这样还更有吸引力呢 谢琪琪 你这个观点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经费的问题可以通过公司合作 社会捐助来解决 再者 每一件文物都有其价值 不是因为它们不被关注就可以被忽视 你这种想法就像是认为 莎士比亚的手稿 如果没人读就可以烧掉一样 真是荒谬 楚天书 拜托 不要把我比作烧莎士比亚手稿的疯子 你这种唯文物至上论真的有点过了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利用资源 而不是一味的堆积文物 如果这些文物真的如此重要 那么就让市场来决定它们的价值 拍卖出去 让它们找到真正的归宿 不是更好吗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